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医生都感到头疼 医学上 新生儿体重在2至4公斤为正常体重 超过4公斤被称为巨大儿 如果超过4.5公斤 生产风险以及婴儿出生后健康问题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 江苏一位妈妈因为妊娠糖尿病 加上没有严格控制饮食 投胎重达11.4斤 二胎生下13.6斤的巨婴宝宝 一出生就出现血糖和呼吸问题 上了呼吸机 生孩子难 生一个巨婴宝宝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控制胎儿体重 秦海露小心翼翼地控制饮食 每天只吃两顿 还是定量 尽管如此 到了37周 胎儿指标已经在四十几周开外 加上他羊水很多 挺着像怀双胞胎一样的去度 连日常生活都极为困难 因为胎儿过大 他们只能选择抛妇生产 而最可怕的是 医生说 超重的宝宝还可能会出现并发症 好不容易熬到临产 母子平安 但对于这个酒精大胖小子的到来 秦海露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产后 她的体重达到了160多斤 还要担心孩子有问题 担心会有并发症 孩子哭 她也哭 心里完全没哭 很快她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因为天天哭 她的眼睛红肿发炎 眼球受损 医生只能给她做双眼皮 让眼睫毛翻上去 不再摩擦 好在三个月后 儿子一切正常 丈夫的百般呵护 也让她逐渐找回自信 慢慢地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 如今时隔五年 可回忆起那段难熬的时光 秦海露仍然忍不住眼眶泛红 生育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多少妈妈熬过孕期反应 忍过实际阵痛 逃过羊水栓塞 千辛万苦生下宝宝 却最终没能躲过产后抑郁 我离崩溃那么近 她却说我矫情 缠后抑郁有多可怕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那也许是他们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我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 总是幻想有这么一根绳子掉在那儿 我就觉得想把头放上去 我生了一场病 但是因为我没有咳出声 没有流鼻涕 家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生病了 但我确实病得很厉害 小燕子李盛在采访中谈言 她曾受到过产后抑郁的困扰 不仅焦虑了很长时间 最严重的是 常常半夜看着天花板 一直哭一直哭 去年九月 被称为校园女王的日本女星竹内杰子 深夜在家中自以身亡 被怀疑是产后抑郁 小儿子仅仅八个月大 坚强乐天如台湾女演员钟心仪 也在生下大女儿后 每天陷入焦虑中无法喘息 她说 产后抑郁是一个会慢慢地 把你推向黑洞的心理状态 你不想走去哪儿 但你的情绪你不能自己控制 如果说分娩是一道鬼门关 产后抑郁就是一把顿重的刀 一刀一刀地凌持着妈妈们脆弱的身心 网上看过一位新手妈妈共享的产后故事 生下宝宝后 她宫缩剧痛 撕裂伤口肿大 乳头被吸破 缺窖 疲惫 加上第一次做妈妈 总会手足无措 可当她害怕地向丈夫哭诉时 丈夫没有给予安慰 反倒严厉指责她 不要哭了 会回奶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家人的埋怨和指责 让她既崩溃又无助 她怀疑自己患上了产后抑郁 家人却冷冰冰地怒斥 哪有什么抑郁 你现在够享福了 产后抑郁并不是绝症 身边的人不理解 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就是太矫情了 别人都正常 为什么我们家就这样 每一句诛心之语 都狠狠地扎在了妻子心头 就像李爱在《新生日记》中说的 即便是两个亲密无间的人 都没有绝对地感同身手 多项调查数据显示 高达80%的妈妈都曾有产后抑郁的倾向 将近60%的产后抑郁没有被诊断 50%被诊断出来的产后抑郁没有接受治疗 20%的产后死亡是抑郁导致的 产后抑郁是一场几乎无人理解的病 每一个矫情的妈妈都曾站在死亡的边缘 当妈后世界只剩灶台和婴儿床那么大 很多丈夫不明白 为什么妻子生完孩子后会变得矫情 他们认为女人生养孩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殊不知 妈妈的身体和心理早已被各种因素折磨得疲惫不堪 生理上 经历过生产的疼 开奶胀奶的疼 缺窖的泪 带孩子的泪 身体激素水平的骤然变化 心理上 家人的忽视 初次当妈妈的手足无措 对自己事业摆停的担忧 以及丈夫的不作为 婆媳之间的分歧 袁永怡看到妈妈一个人去买菜回来 会想哭 老公简单的一句话 也能让他难过很久 霍斯燕因为爸爸来看他 只短暂停留了一下 在病房嚎啕大哭 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都可能使他们彻底崩溃 如果此时 家人不理解 说出了一些伤害他的话 无异于雪上加霜 宝宝起疹子 你应该是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 宝宝饿哭哭了 你为什么母乳不够 让你多喝汤水 你偏不听 每一句不分青红皂白的埋怨和指责 都是扎在妈妈心上的刀 82年生的金志英中 毕业于名校的金志英 老公温柔善良 孩子活泼可爱 看起来家庭美满 可他却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他的生病并非无迹可循 生完孩子后 他每天面对的是做不完的家务 为了照顾孩子 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甚至连出门都不被允许 一天24小时都围着孩子转 整个世界只剩下灶台和幼儿床的方寸之地 生活的意义似乎只有喂奶 带娃 打扫卫生 即便这样 他依然得不到任何理解 老公说 他在家看孩子是休息 婆婆说 他只是个家庭主妇 应该多干家务 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一位妈妈在家带孩子 经常拍家里的狗玩 看起来非常乐呵 有一天 他跟丈夫说自己抑郁了 丈夫说 要抑郁也是狗先抑郁 评论区里有一条留言十分扎心 他这么有趣的样子 和他抑郁是不冲突的 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微笑抑郁 人前微笑嬉闹 内心却在哭泣着说 让我死去 有多少妈妈不能幸免 无数次辗转在婴儿床边 空洞 不尽的自我怀疑 转身又躺在床上 经历漫长的失眠 焦虑 暴躁 绝望 产后抑郁 从来不是一场异想的痛苦 而是无声的呐喊 当我深陷沼泽 谢谢你对我伸出了手 产后抑郁并非不可救药 很多时候只需要有一个人拉他一把 而家人的爱 恰恰是治愈产后抑郁的良药 曾经看过一个 关爱产后抑郁的公益短片 原本色彩鲜艳的妈妈 因为独自照顾孩子 逐渐变得灰暗 丈夫看见后起身拥抱 并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色彩 夫妻间也许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但可以有不离不弃的守护 有风雨同舟的担当 秦海璐怀孕的时候是高龄产妇 王新军不放心 推掉工作专心在家陪伴 刚生完孩子出院 怕他被风吹着 全副武装地把他裹起来 秦海璐生完孩子后 因为担忧和不知所措 整天淫泪洗面 也失去了以往的自信 王新军看着很心疼 鼓励他去拍戏 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 而他则变身超级奶爸 在家照看孩子 秦海璐患有社交恐惧症 每次出门 王新军都会送他 然后说 好好的 没事 有老公在 只要他在家 就不会先睡觉 不管妻子几点回家 他都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他 结婚多年 无论年纪多大 秦海璐依然是王新军 捧在手心里宠爱的宝宝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他们的对话风格是这样的 秦海璐穿着小高跟皮鞋 走山路 走累了 王新军像变魔术一般 从手拎的袋子里拿出了一双平底鞋 帮他换上 早上秦海璐还在被窝里睡觉 王新军已经做好了早餐 然后温柔地叫醒他 节目中张新月说粉丝不喜欢他 他觉得自己拖累了林峰 秦海璐二话不说就开怼 你太矫情了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坐在观察室里的王新军 连忙替他向林峰道歉 他是秦海璐的一副良药 用爱和鼓励 治愈了他的舍口和抑郁 他也是那个永远为秦海璐托底的人 他点火 他去灭火 他怼人 他去善后 我只做普通的妈妈 而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有人说看见是一切疗愈的开始 产后抑郁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产后妈妈身上 只有了解她才能真正地治愈她 未雨绸缪 和丈夫提前做好知识储备 备孕及怀孕期间 提前了解有关分娩 产后抑郁和科学育儿等知识 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出现问题 即使出现问题 也能及时意识到问题 并且正确应对 育儿不是一个人的事 男人要承担起丈夫和爸爸的责任 分担妻子的痛苦 学会照顾妻子和孩子 同时 家里唯一的女主人是妈妈 当婆婆侵犯领地 对妈妈的育儿行为指手画脚 甚至强加干涉的时候 除了妈妈要学会勇敢说不 爸爸也要态度明确地阻止 自我疏导 不苛求完美妈妈 放过自己 不强迫自己 做一百分的妈妈 允许做一百分的妈妈